心灵蜜豆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刘群茂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 这么做让你充满热情 网络上有个故事说到 有一个公司的员工 正如火如荼地做着深迁的准备 忽然某一天他接到一通来电 说他家一位在海外的亲戚 因病去世了 而临终前居然指定他为遗产继承人 原来这位亲戚是他爷爷的表兄弟 因为自己没有子女 说为了要报答他爷爷当年对他的帮助 因而将一栋房子和好多艺术收藏品都赠予他 这通突如其来的电话 让他欣喜若狂 也因着马上要得到的巨额财产 让他放下了一切预备升迁的工作 转而幻想之后财富自由的生活 而没想到就在他刚订好机票时 他突然接到了另一通电话说 他继承的那栋大房子突然失火了 而里面的财产全部化为灰烬 而亲戚所买的保险也已经过期 故不能得到任何赔偿 这件事过后 这位员工完全变了一个人似的 整天哀声叹气 逢人就诉说他的不幸 有次同事看不下去了 就劝他说 提起劲吧 一个你从没去过地方 一个你从没有见过的人 一栋你从没见过的房子 这和你有什么关系啊 你现在的生活跟之前也都一样 什么也没失去啊 只要好好预备升迁 未来一样精彩可齐啊 他叹气的说 不一样啊 那可是一大笔财产咯 我这一辈子都赚不了那么的多 就这样 不论同事们怎么安慰都难以释怀啊 依旧垂头丧气 日子一天天的过去 他周围的人都升迁了 他依然还在每天叹气的说 我的财产啊 亲爱的朋友 你满意你现在的生活吗 还是常常垂头丧心呢 故事中的这位员工 原本斗志高昂的准备升迁 却因为这笔晴天霹雳的遗产 打乱了他所有的计划 甚至从此一蹶不振 而让他失去一切的最大原因 就是来自于他的贪心于不知足 在圣经上有一句话说 敬钱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一个人在生活上要获得大力 就必须要敬钱我们现在所遭遇的 要知足我们所拥有的 上帝的心意是要我们过着蒙福的生活 使我们不再因为虚荣心而活在自卑的里面 使我们不再因为嫉妒别人而限制了自己无限的可能 使我们不再因为意外而失去了面对生活的憧憬和盼望 因此当我们对我们所拥有的感到知足时 好像过去所累积的重担都变得轻神 好像过去所压抑的都将得到释放 使我们都能因为知足而对生活更加有盼望和喜乐 亲爱的朋友 如果凡事谢恩是我们培养知足的最大力气 当我们开始为着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感恩时 你会发现好像凡事都互相效力 做任何事情都充满了热情 今天上帝要来鼓励你 当你不满意你的生活时 换个角度思考你所拥有的 你将会得到从上帝而来的亮光 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加充敬与喜乐 要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 凡事谢恩 因为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 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亲爱的朋友 如果您喜欢这支影片 邀请您于YouTube频道搜寻 心灵蜜豆奶并按下订阅 领受更多祝福和生活的智慧 以上节目由中广流行网 罗娟大为主持的早安EZ GO直播 欢宇电台 好家庭联播网联合播出 夏凯纳林良堂 祝福您有美好丰盛的生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